美国杂志外交事务给出了台湾冲突阶段性推演结果 答案是如果中国在最近五年之内决定武力统一台湾 那么其战场列度将会远超乌克兰 俄乌冲突无法成为未来台海冲突的参考 现在美国已经没有时间再慢慢悠悠研究那些十年后 甚至数十年后才能复役的所谓未来装备了 时间可没有站在美国人这里边 拖得越久台海局势对美国就越不利 吉大智库给美国人提出了新的虚拟意见 说如果想要确保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应当加紧做好拯救台独委政府的准备 美国政府应该全部门密集冲刺 把新武器配发到美国视频手上 目前美国急需两种武器 必须要快速展开两种行动 咱先说这两种武器 现在的美国人急需快速部署大量小型无人平台网络 其中包括无人机和无人舰兵两大部分 部署这些武器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撒开一张无人侦察情报大网 将每一个无人装置作为一个情报节点 以收集中国沿海的海况情报和中国海军相关战力集集 第二个作用也就是最为主要的作用 通过大量分散方式配合主力舰队发行凝机 作为战场前锋消耗敌军弹药 为此美军要打造和真实航主 巡洋舰驱逐舰雷达特点一样的模型战舰武装给海军 有一说意啊 本虎觉得这个想法啊 想的挺美 但真不靠谱 不靠谱的原因有两个 首先第一个 你要想把模型舰的雷达信号伪装的和真实战舰一样 还挺挑战性的 咱就不说吨位和体积的问题了 就说材质 不同材质物体对波的反射效率是不一样的 这点小把戏很容易被拆穿 当然假设美国不过了啊 顶着重度通货膨胀 开一超级 因他千亿美元啊 打造金属材质模型舰 这电子设备信号波你怎么模拟啊 电队行进的时候 除非你是无线电信波 否则一定会发出电磁波 不管是打开雷达搜索情报 还是战舰直接交互联系交流 还是接收上传信息 它都会产生电磁波呀 你难道要让模型舰也模拟这些电磁波不成 两个反射率一样的船 我打你电磁信号更密集的那个 准没错 此外美国提出这个想法 那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 那就是俄乌战争证明了 现代化国家失去了大量生产弹药的工业能力 一个国家的弹药储备 难以支撑三个月以上的高烈度战争 所以只要用这些无人武器 消耗中国弹药库存 那么两三个月下来 就能给中国导致消耗干净 但问题是 在中国这就是个伪命体呀 你美国人是产业空气化的 可中国还没产业空气化呢 如果有需要 中国随时都可以移民转据 然后再给美国来一个大大的surprise 想让中国再要消耗干净 这种好事恐怕只有梦里有 第二种武器 远程反舰导弹 为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美国轰炸机 配备大量远程反舰导弹 以打击中国的登陆驻队 关于这个子 我是想笑 美国人是看到了现在中国反舰导弹 但是没看到的是自家反舰导弹 和中国差的将近一个代差呀 美国拥有的反舰导弹品种不多 其中能由空军携带的就只有射程280公里的 贾姆斯联合攻击弹药 和1000磅级别的GBO32联合攻击弹药 这两款弹药对于中国海军来说 都处于蓝际范围之内 而且射程280 台湾海峡平均宽度也就200 也就是说美国得飞到台湾不进 才能发起反舰攻击 这个距离完全处于我国的陆际航空兵作战半径之内 不过出动歼20 我们甚至能在对方发射出导弹之前就叫其蓝截 第二是两种行动分别是豪猪战略 以及军品商业化采购 先说豪猪战略 作为豪猪战略就是给台当局提供大量签计美国武器 将其武装成美国的西太平洋人盾 通过加强对伪台陆军的训练指导法 台当局伪装成一只浑身是尖刺的豪猪 让中国大陆畏惧解决台海问题的成本 从而不敢动武 不得不说美国人的心机构神 在乌克兰他们玩的就是这一手 这项战略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 2021年就曝光过 美国的特种兵在台湾训练蛮人 就是其中一种 只不过这个策略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 那就是美国要如何把武器训练台湾 台湾和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是内陆国家 虽然海洋和空中的武器运输途径都被俄罗斯给锁死了 但还有内陆 北约可以通过波兰方面 以宙服夜出的方式 给乌克兰一点一点运输小型武器 以维持豪猪战略的进行 但问题它台湾是个岛 一把岛封锁起来 武器装备怎么用过来 就算你用潜艇 中国也有生难 最近听说美国在研究太空轨道投掷运输技术 没准就是为了破这个局 但是等你这个东西研究出来 我估计原来都统一四五年了 在台湾套用乌克兰的豪猪战略 做不到印第占余 并不适合 最后则是军品商业化采购 不过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智库想的有点太美了 因为美国政府背后那可是军工复合体 他们怎么可能同意这种挖他们根的策略 目前美国政府几乎可以说是完全被军工复合体给拿捏住了 同意商业化 就是同意让更多晋品进入军队 把过去垄断重新变回二战时期的竞标 美国军工复合体 那是用了多少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军火挪断地博 他们还没算够怎么可能将其空手上人 美国提出的援助委台策略看上去很不错 但仔细想漏洞百出 有一说一我还真的挺希望 美国人就按照现在智库给出的思路去安排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好好给他们安排后事了 感谢观看